热情追踪,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的风水宝地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文昌穴 文昌帝君主要是掌管公民 据说他曾经73次降生人间当官 总是围观清廉,受到了百姓爱戴 不过后来降生在近代的时候 却遭到了小人陷害 明明他是文人,却被派做武将 不幸战死沙场 后来日皇大帝让他掌管天下学子考试的大事 文昌帝君也成了知识分子 非常重要的守护神 不过是不是有些地区 文昌帝君会特别的眷顾呢 例如像是在彰化鹿港 有一条巷子非常的有名 叫做老师巷 短短100公尺出了70多位老师 还有在宜兰南方澳也是人才辈出 节目一开始 带您去看看这些地方的风水 有什么独特之处 这条巷子很奇怪 这条巷子的人都追老师 文昌的这个穴位特别强 这一段特别专门出医生跟老师 地龄人杰人才辈出 这里就是彰化县陆港镇著名的老师巷 这条短短不到100公尺的小巷子里 竟然就住了76位老师和校长 甚至还有一个家里出了四位校长 鹿港在1784年成立正式三港之后 整个文风非常的鼎盛 读书人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跟他们的一些功效 比如说我们当上了校长 老师 医生 总共只有30户人家 却是如此人才济济 老师巷的名号就这样不进而走 令人讶异的是 原来这条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小巷弄 竟然是陵雪所在 也就是所谓的闻昌雪 什么这个闻昌 layer 最主要就是九区路名堂 九区路名堂就是 musste谁 九区就是从这边弯弯区区 到了这一段的时候 气刚好停留在这80到100公尺之内 再过去是平地的 再过去气就散掉了 所以它停留在这边 风水上是临雪宝地 这条老十项 就位在鹿港天后宫 妈祖庙前 现在命名为 文开路32项 早期是港口的所在地 贸易发达 商业新盛 所以贸易三港 当然很重视文学 所以不管在书写等等 他们学生都有 家长都有很重要的要求 斑驳的老建筑 依然还绣得到 浓浓的文化气息 在鹿港的街坊间 甚至还流传了一句所语 Sakabo就有一位老师 我隔壁也是有三位老师 他做职业 前面这个隔壁 前面这边也有三位 学队那边也有三位 隔壁两间的隔壁也有三位 施仲荣就住在老十项里 是家族里的大家长 也在当地担任超过 三十年的国小校长 教育界服务将近四十七个年头 地方上德高望重 不过他可不是家族里 唯一的校长呢 我家族里面有三位校长 我弟弟和我二伯父的孩子 那老师我算了一下 好像一共有十四位 仔细算起来 这一家人总共出了三位校长 和十四位教师难怪拿下公载教育的牌匾 而妻子更是长期服务 教育界的楷模 我有五个小孩 老大老二老三是国小老师 老四老五是国中老师 孩子都是老师 各位小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 鹿港有一条叫做老师街啊 知道 老校长的儿子不只是国小美术老师 也是学校里的教务主任 会踏上教职路拿起粉笔板擦 就是因为住在文风鼎盛的老师街上 从小受到耳濡目染 小时候的我的志愿当然都是写 希望能够当一位老师 况且可能也受大人的一个 生教跟言教的影响 会觉得说教书这个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的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课堂上认真上课 她是老校长家里的长女 教的是国小音乐 活泼的上课方式很受同学爱戴 父母亲从小就培养孩子们 学习各种才艺 因为实在太方便了 巷子里的叔叔阿姨 都是最好的老师 我要上作文课的时候 我就到前方黄老师家去上课 那我要上钢琴课的时候 我们巷口前程老师 要各种才艺的老师 都在我们这条巷子出现 所以根本不用跑很远 雅境又充满了文风色彩 使得老师像的美称远近驰名 虽然有部分改建 但孤仆的街道上 文昌穴凝聚的人文气息依旧不减 其中有某一家 他的气 那的气特别旺 那当然相对的 他这个出的文人雅士也会特别多 你看这条巷子衰掉衰掉 这条巷子都是医师和老师和医生 所以我们只有这条巷子 这条巷子有七个医生 七个医生都在这条巷子 为在文昌穴老师像的另一户 阿贝说这间小小的房子 可是孕育了两个老师和七个医生 这个大哥是医生 这个柳子医生 这个太太 这个女儿是医生 骄傲地指着照片 这户人家之所以吸收了满满的文昌之气 原来不止房子位在老师像 这个特别的灵穴宝地 里面的格局也是大有玄机 所以我们这间厨外边比较厚 头前比较厚 我们六甲 我们台湾的民宿说的这个 红柿红柿 红柿就是比较有好地理 为什么要设计为前载后宽 就是说它纳进来的气 不会再泄出去 后面都是聚气 那我们洋宅 刚好符合我们洋宅风水讲的长风聚气 不过老师像之所以文风鼎盛 除了有文昌穴收纳林气 令友谊说相传巷头这间 妈祖庙大有来头 是全台唯一由皇帝出资新建的 后来开放民间祭拜 也为当地带来庇佑 这一条原村过去可以看得到 我们全台独一无二的一座 关键官拜妈祖庙 因为它是当官者才会拜 所以你看到在宁静的附近 这些居民也受到妈祖的庇佑 一样具有传奇色彩的风水宝地 还有位在宜兰的南方澳 东侧的鹿连岛 因为高低起伏的山巒 像极了放毛笔的笔架 因此被称为笔架山 看过去像一个笔架一样 有没有这一坡一坡一坡的 好像一个笔的架子 这俗称为笔架山 那这种笔架山的磁场 主要是出文人 雅士 文官 鸟看整个南方澳地形 平坦开阔就像暗桌的桌面 而渔岗就像一池燕台盛水 加上稳重的笔架山 三合一正好组成了一块文暗宝地 这个渔岗就好像一片 我们磨燕的这个燕台 燕池水 然后右手边 古沙这边有一块平台 有一块平地 这个是它的名堂 书桌一样 所以它形成一个结穴 形成一个文昌穴 特殊的地形也形成了文昌穴 有人认为风水好 曾经预言当地会出重要文官 果然这几年来可以看到 前农委会主委李金龙 前文件会主委邱坤良 和前教育部长郑瑞成 三个都是来自南方澳的子弟 一居住面积 其实只有两瓶座公里 在台湾你很难得找到一个村庄 里面一次出三个部长 小小的南方澳渔岗 其实总人口数不到一万人 当地传说就是因为 丙架山带来了好风水 甚至还流传了一首诗 天然屏障祖坡兰 地灵人节运文官 渔岗为何多格圆 唯有东方地价山 这一个小小的渔岗 这一个小小的渔岗 都全脱外渔岗 不像什么教育 没什么特色 但是在这里生出来的小孩 都特别有特色 可能是这个 这个蜜皮酸 这个暗酸 这个关系 不只有许多文官 来自南方澳渔岗 这里还有一户人家 特别受到瞩目 四个兄弟虽然最多 只念到小学毕业 但他们后代子孙 却都各个功成名就 四个兄弟就挤在一个房子里面 在这个房子里面 在那边娶妻生子 就在这个房子出生的 里面有七个硕士 有五个博士 这一家是我们南方澳最厉害的 这一户人家里面 几个孩子 四个孩子 都从大学毕业 而且都读到硕士 其中两个硕士 现在还是博士 走进小小的房子里 其实空间不大 硕士博士照片和毕业证书 早就已经多到快要放不下 今晚我们大宝宝的 台台的那个 博士硕士学位 都快要数不清楚 谈起念医学院 已经当上护理长的女儿 妈妈心里更是藏不住 那份骄傲 他现在博士 今年夏天 他都在 他母亲都在家里 给我们的学生 有双有水 三个工的地儿 才有将来的发展 风水似乎真的带来文昌之气 也是受到耳濡目染 长辈连世子都有问题 但第二代却是人才辈出 他讲 我们是人 是大人 都没得到 没得到 几十年前 带着三个弟弟 来到南方澳发展 刻苦的大哥 当年因为不得已 只能把房子隔成田字形 兄弟住在一起 但没想到 这竟然也成了 聚集文昌灵气的来源 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 是四个兄弟 住在一起的一个房子 所以它规划成一个 田字形的格局 田字形顾名是 里面是会有水 水煮制 所以住在这边 相对的小孩子 也煮文昌 会长智慧 不过比扎山 另有一说也叫孕妇山 因为换个角度看上去 就像是个横躺的孕妇 头部圆圆的肚子和腿 轮廓看得相当清楚 因此当地也盛传 只要地形地貌不被破坏 南方澳还会继续 人才辈出 那肚子还这么大 所以里面它继续 还在孕育当中 所以这边还有很多人 还有还有机会 都是在这边出生的 地形地貌没有被破坏 所以这个穴场还在 但是呢 它的水已经被破坏掉了 水流不进来 所以呢 这个前面的这个 水的这个岸山 这个株呢 也被破坏掉了 水被破坏掉 你要再比它更大 会有一点困难 但是相当的应该是可以的 部长级的应该还可以的 虽然文昌穴这个说法 为地灵人节带来了合理的解释 但成功也绝非偶然或侥幸 真的想要扬名立万 功成名就 恐怕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休息一下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是 古人非常喜欢把动物看成神兽 动物也是有灵性的 如果说结合了风水之说 就会产生很多的传说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 要继续带大家到南投鲤鱼潭附近 有个虾穴 想要得到虾神的保佑 有些禁忌千万是 再次